快要五個小時 那從一開始就相當的精彩 今天兄弟上隊先把投手是阿蓋廖宇成 不過在比賽一開始 還是要來關心阿蓋的控球狀況 因為他在第一場比賽的控球 其實不太理想 那今天是面對到同一世隊的第一棒潘虎雄 在良好球的情況下竟然投出了寶送 那隨後潘虎雄上壘之後還要倒壘 並且靠著對方傳球失誤上到了三壘 對 潘虎雄自從昨天打擊回溫之後 接下來在今天倒壘的部分 很像這次倒壘是在總冠軍他的個人史上 第六次倒壘成功了 就是平中華職棒的紀錄 不過接下來後來又有一次倒壘成功創下新紀錄 而在潘虎雄倒上三壘之後 阿蓋廖宇成他的控球表現還是不夠理想 保送了高志剛 在這個半局的一開始就連投了兩個保送 那接下來面對到郭戴琦 其實廖宇成也是兩個壞球走在前面 但是最後是三陣掉了郭戴琦了 抓到了這個半局的第一個出局數 不過還是一個得點圈的打擊機會 甚至是有著不用靠安打就可以得分的機會 第四棒的高國慶 右邊方向的安打穿越出去了 三壘上的潘虎雄是回到本壘攻下分數 趴蓋廖宇成在這場比賽的保送 在一開始就讓他受到了傷害 繼續還是得點圈的打擊機會 第五棒的陳蓮宏右邊方向的高飛球遭到了接殺兩出局 三比零的領先了 對 這位兄弟上他在第一局單局的兩次失誤 也評了兄弟上的總冠軍賽單局失誤的一個對史紀錄 比賽前大家在評估兄弟上對這場比賽能不能夠扳回一程延長戰線呢 最重要的兩個觀察點就是阿蓋的控球還有守備的失誤 沒想到兩個狀況在一局上半都同時發生了 我在一局下半也來關心的是 同一次對先發投手嘟嘟潘虛倫的狀況呢 在第二個球就投出了一個觸身球保送 接下來兄弟上對第二棒陳江和要採取短打的戰術要來做推進 但是兩個球都沒有點好的情況下 最後這個球 龐威倫來那個外角的快速球 三陣站著不動的陳江和 陳江和沒有辦法推進 兄弟上對跑者停留在一壘 不過打線的部分則是要來到第三棒 中心棒是周思琦同樣再來一個外角的快速球 周思琦又是被三陣了 周思琦在踢土 兩出局了 但是兄弟上對上場的是第四棒的恰恰 彭正敏這個右邊方向的安打 郭富豪把球撿起來 王勝偉現在繞過三壘 要回到本壘來搶分了 而這個球同時對的回傳出了一點問題 王勝偉也是回到本壘攻下的分數 兄弟上對這一局下半也打破了 連續兩天都是靠著恰恰 其實這個先敲開了得分大門也帶動氣息 兄弟上對的第四棒連續兩天都在第一打席 就敲出攀打敲出長打為球隊建功 我們在三局的下半繼續要來看到的是 兄弟上對的反攻 在這個半局是兩出局之後 兄弟上對不斷的有打者上壘 兩出局一二壘有跑者輪到的又是恰恰彭正敏 彭正敏今天第一打席敲出了一支帶有一分打點的二兩打 這回則是跟潘瑞倫纏鬥到了滿球數之後不斷的纏鬥 但是最後是打成一個投手方向的果地球遭到的刺殺 那麼這個打型呢恰恰並沒有辦法把握住機會 來到五局上半 同一四個也是在兩出局之後現在狀況來了 又是失誤 獨守郭一鋒 這個本領後方的界外飛球 沒有接好 再來看一次 這個球其實是有機會來守備的 但是郭一鋒並沒有接進去 讓高國慶有了繼續打擊的機會 而當時其實已經兩出局了 如果這個飛球接住的話 這個半局已經結束了 但就因為郭一鋒的這個失誤了 讓阿蓋必須要繼續投下去 而且投出了寶送 緊接著面對陳連鋒 廖宜成再度出現了四壞球保送了這個半局 就因為一個失誤之後呢 阿蓋是接連投了兩個保送 同一四隊現在是有德鋒的進攻機會 對 在控球不穩情況下 當然今天又遇到下大雨的情況 讓他今天保送連連 那麼今天阿蓋其實只投了4.2局 他只被敲出兩支安打 但是問題出在保送太多了 他整個投球過程當中出現了8次的保送 是中華直放總冠軍的這個新紀錄 對 在保送了小破之後呢 阿蓋被換下來休息 兄弟相對就要比賽非常的果斷 在5局的上半就把麥特給請出來 而他也成功化解了這個滿壘的失分危機 讓代打流程式敲出了右邊方向的界外被揭殺 對 包括這個換頭其實也是之前我們也在討論的 有關這個麥特跟庫倫的使用的部分 對 其實前面騎場的比賽呢 兄弟相對在中繼投手的使用 通常都會在先把投手退場 然後中繼投手上來之後呢 都還會再掉分數 增加他們比賽後分段反撲的難度 那在5局的下半 兄弟相對現在有機會了 因為同一失敗這個半局也出現了失誤 原本有可能側動一次雙殺手臂的 但是這個雙殺手臂並沒有抓到 反倒是出現了失誤 讓兄弟相對追回了1分了 接下來彭正銘左邊方向的這次安打 二三壘上的跑者都要回到本壘攻下分數 兄弟相對在5局的下半也是死裡逃生 在兩出局之後呢 攻下了超前分 彭正銘再度是利用手中的球棒 幫助球隊取得領先 4比3兄弟相對現在反倒是1分的領先 真的恰恰連續兩場比賽 這明星球員的價值真的是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次安打出現也蠻符合兄弟相對喊出來的 歷息口號了 不過比賽才來到中八